讲述赌徒故事,记录那些年,希望能给陷入泥潭的人一些启示。 从2018年王赌下水后一直关注借赌吧,一边看各位老哥的经历,一边复赌,直到19年5月7号左右又一次洗白,总共输了25W。 当然,对于很多老哥来说不算很多,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一笔巨款,保证无数次,无数次复赌,最后为了还在娘胎里即将出世的娃娃。 我认为我下定了决心戒赌,2019年6月25号,我的宝贝正式加入了我的大家庭,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,而后我也的确没再赌了,踏实工作,之前输的钱是我一家人凑钱还上了,希望我重新振作起来,到现在欠我小姨的10W一分没还,她从没提过让我还,总是说以后娃娃用钱的地方多,不用我还了,只要我能踏踏实实工作,家庭幸福比什么都好。 一晃两年,到了2021年,娃娃都已经两岁了,然而我却不争气地再一次走上不归路。 在2021年2月4日,我出了车祸,死里逃生,在运渣车的车底活了下来,命应。 只是左手带残,过年都是媳妇在住院部,陪着我过得一生难忘的新年。 然后一直没上班,第一次住院一个月,回家休养三个月,让左手的直皮恢复了又去做第二次直骨手术。 因为有一劫骨头不在了,又住院一个月,七月底出院了,在家休养。 8月16日上班,因为我是做工程监理,工作性质相对轻松,不然我也做不了。 现在左手还是不能用尽,直的骨头还没长好,开开心心地去上班。 老婆比我先上班一个月,齐心协力想到日子会越来越好了。 然而8月17日,因为太闲了,就跟朋友在微信上玩了玩意圆的小麻将,结果运气又不好,一下午输了三百。 微信余额还剩四元,赌博的心魔又萌发出了心涯。 因为我上次的赌博经历,媳妇把我的银行卡注销了,我就开始找,可以体现到支付宝的菠菜APP,想赢回来。 随后找到了,至于是什么名字,不用细说了,赌资从支付宝的备用金以及借贝录出来,可以直接到账到余额, 不需要银行卡,备用金五百,借备一万五千,先冲了五百进去,一把没了,之后一千,两千,四千,八千,十分钟不到全部洗白,慌了。 但是没有办法,没有银行卡,也没有赌资,消停了几天,因为上班需要办理工资卡,只有等休假再去办。 终于在21号下午办理了,22号一上班,急不可耐地从百度借了8.8个出来补添,因为之前有借款记录,所以额度比较高。 全部录出来,心中侥幸用8.8个补1.55个回来总没问题吧,这其中的过程不细说,就一点,最高补回来四千,从上午十点完到下午四点,真的完了。 银行卡余额为零,总共又是十个多,傻眼了,一个人在办公室抽着烟傻傻地盯着开奖记录。 四点到五点,一个人昏昏沉沉地在办公室不停地抽烟,思来想去无路可走,告诉了最好的兄弟,我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,让他在我走后,替我向家人传达消息。 他劝我,我跟他讲我想通了,不想再拖累家人了,我会把一言写好发给他,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,把媳妇的微信以及电话推给他,让他帮忙转达。 刚跟他讲了两分钟后,媳妇居然跟我开视频了,因为我是不知道他会有我老婆的联系方式,我强装镇定跟他开视频。 他在视频那头就哭起来了,他说我兄弟给他打电话,说我又在了,要出事,让他赶紧联系我,我一直跟他说没事,只是玩笑,让他别当真,因为我真没打算让他知道,也不想见他,我已经做好打算,一个人悄悄地走,看他多一分,我就多一分留恋,我忍住了,我没哭,慢慢地把他的情绪安抚好。 他一直重复不要骗他不要吓他,我一次次地违心告诉他,我真的没事,挂了视频已经快六点了,准备去食堂打饭,不愿做一个饿死鬼,小卖部买了两瓶歪嘴,一包烟,洗了脸刮了胡子,衣服整理好了,还是想干净点,带着两瓶酒上楼,施工电梯人员下班了,我也不可能坐,一层一层走到二十八楼,喝着酒写着一言,慢慢地写好了,发给了我兄弟, 跟他说了句感谢后删除了,我还有一瓶酒,准备干完就走,这时电话来了,是媳妇打来的,我接了,他问我在哪儿,我说没啥事在办公室玩游戏呢,他说他到工地门口了,让我去接他,我梦了,没想过他来了,我告诉他我不在,出去了,他说已经进来了,在办公室等我,我一时语色不知怎么办,只有把电话挂了,他微信告诉我他已经知道了,而且他已经来了,无论离婚与否,至少要来 见他一面,如果我不回来见他,他就一直在办公室等我,没办法,我告诉他,我在楼层上,让他回家去,他说,我不下来,他就上来找我,我妥协了,因为我不可能,当着他的面掉下去,我慢慢走下去了,就在办公室他又一次哭着骂我,他说什么我都同意,他说,只有离婚一条路,我答应,我相对平静, 我告诉他,不要理我,让他回去,离婚可以办,他不走,而且问我娃娃,才两岁多怎么办,我无言,我告诉他我想通了,不想再拖累他,什么我都答应,我只需要他回家,把娃娃照顾好,他回答我,我已经拖累他了,如果我要跳楼他,陪我一起跳,后面又谈了很多, 从十五年相识,十八年结婚,十九年,带娃至今,哭着聊了个遍,他从湖北,不顾家人阻拦,远嫁到成都,我却让他一次次失望,最后,他又给了我一次机会,看在孩子的份上,再给我一次机会,他跟我一起打工还,争取一年,把债务解决,又一次把我从鬼门关,拉了回来,现在怎么办呢,又一次走上复赌之路,又一次栽在上面,我也马上满三十了,准备用一年时间, 还债,再用余生,好好补偿媳妇和娃娃,就差一瓶酒的时间,如果我兄弟,没有我媳妇的电话,如果我媳妇,再晚十分钟来,我也就看不到往后的太阳了,还有什么,比重生更可贵的,赌博真的是害人害己,重点是,还要连累家人,各位还在水下的朋友,希望你们能振作起来,在岸边的朋友,希望你们,及时止损回归正常生活,在岸上的朋友,不要再抱有任何侥幸心理,去探索水下,到底藏有什么, 我现在就想,把我的本质工作做好,有限于时间,我想拓展点,其他力所能及的兼职,各位朋友有门路的,也希望能为我引荐,钱多钱少,无所谓,我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,多缓一分债多减轻自己的,一分罪孽也好,点击头像,进入频道,观看更多借读案例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